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个人 自己都是受伤害的 大家都在反思 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好 但是这几个事我想说一下 其实西方的教育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说法 就是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特别重要 比如说有这个女孩如果小时候跟父亲的关系特别的好 或者跟母亲的关系特别不好的时候 那么他长大的他有可能有爱上有父之父的倾向 因为他会有一种原生的那种冲动 想把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手里抢过来 那么如果有了男孩 他小的时候跟母亲的关系特别特别好的话 他可能就会有这个俄迪普斯情节 俄迪普斯 希腊神话中的王子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并娶了自己的母亲 佛罗伊德以此来描述儿子依恋母亲害怕父亲的情况 因此俄迪普斯情节极为恋母情节 但是请注意 西方的心理学说的都是有可能有倾向 并不是百分之百 只是说当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会以你的这个原生家庭来作为你出现这个问题的解释 但并不是一个因果的必然关系 所以说我想说的是 包括我个人在内 我们哪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原生家庭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然后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的 怎么说父母生养了我们 这个百善孝悦想想父母也不容易 有一点说挺好的 一个人成长到成年之后 他跟母亲的关系就标明了他人世界的关系 所以当这个男孩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发出这样一个社会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我感受到更多的 可能是这个男孩在现实生活中 在社会上所感受到的一些孤了 同时他想用这样的一种 找到国内媒体放大这个事件的这个做法 来吸引更多的关注 从而来获得父母更多的关注和亮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控制和依赖还指不定谁是谁的 当然了 说到控制和依赖 我接着想起一本书来 可能乍一看 跟这件事八竿都达不着关系 但是我确实想起它来了 这本书叫吃人之爱 是这个日本作家叫古其润伊朗写的 这个日本的书我一般不大看 但这个小说算是个中篇小说了 我看完了故事的这个男主人公 在这个中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小姑娘 她的目标是把这个小姑娘 按照她心中女神的模样进行打造和培养 然后把小姑娘养大之后再娶了她 但是等这个姑娘长大之后 她会发现 她已经完全的折服在这个姑娘的石油裙下了 跟这个女孩生活在一起之后 她的生活负担变得更重了 同时这个女孩又水性洋滑 给她带了很多的麻烦 然而由于她屈服在 女孩对她的这种百分之百的引诱中 所以她无法挣脱女孩这个人的控制 到最后即便是故事的结尾 她想跟女孩分开的时候 最后也没有分开 而是接受了女孩对她的各种的屈辱和折磨 决定跟女孩继续这样 维持一个屈辱的外章 维持它 所以整个这个故事 我觉得也就这么多家写得出来 这种物碍文学诞生的历史 但是坦白说 我觉得这个故事会让我有一个反思 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 你越想控制一个人一个事 越想得到一个人一个事 反而会让自己深陷其中 反受其致 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看一看这本书之后 可以反思一下 在我们生活中 有没有同样的情景 我们呢 极力的想抓住某样人 某样事 某样物 但是其实理智告诉我们 放手可能会让大家更幸福 好了 大家有空可以读一读 中文小说也不长 接着到这 拜拜